Delicate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在第一我们念成de的音 li念成le cate的a也是发成可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delicate delicate 好那delicate这个字的中音呢 放在第一个音节 好它呢是个形容词 中文翻成精美的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finely made and beautiful finely原本指的就是细致的 好这边made是一个过去分词表被动 它呢非常精美的制作 而且呢是非常漂亮的 英文就念成delicate 好我们看例句 the exhibit includes a number of delicate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16th century the exhibit 好 exhibit指的就是展览的意思 好那包含了a number of 好这是一个很常用的片语 我们中文翻成一些 一些什么呢 delicate非常精美的中国的绘画 好这个中国绘画来自于什么时候呢 from the 16th century 好那delicate这个字呢 我们打cate呢 把它改成cacy这个字 一样的中音节落在一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delicacy 主要cy 这个y发成it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delicacy delicacy 那delicacy呢 当作不可数的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中文翻成纤细或者是精美 好我们来看例句 because of the delicacy of the wedding cake none of the children should be allowed near it 好那说because由于 好那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呢 because of the because 因为后面有of 所以后面呢 你要接上所谓的名词 它后面接的不是纸句 纸句的话 你就不要接of 所以呢因为呢 非常精美 什么东西非常精美呢 好这个所谓的婚礼的蛋糕 the wedding cake 这个wedding指的就是婚礼的意思 因为呢这个婚礼蛋糕呢 非常的精美 none就是一个都不行 一个都没有 就是none of的意思 所以呢这些小孩子的任何其中一个 都不应该 好不应该怎么样呢 be allowed 被允许 被允许去干什么呢 near it 就是接近他 靠近他的意思 因为不小心小孩子嘴馋 很想吃 一不小心一碰 结果这个蛋糕就倒了 好那这样子就把整个婚礼呢 就给搞砸了 好那delicacy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纤细精美 它还可以当作可所名词 这个时候我们中文翻成 佳肴或者是美食 好我们看例句 this high-end glossary stores sells foreign delicacies such as cheese from France and soy sauce from Japan high-end 这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高档的 英文念成high-end 好这家高档的 glossary store 好相信大家都很熟 中文就翻成杂货店 好这家高档的杂货店呢 它贩卖什么呢 国外的美食 foreign delicacies 好 such as比如说像什么呢 cheese 好像是所谓的起司 来自哪个国家呢 from France 好来自法国的起司 还有soy sauce 这是酱油 来自哪一国呢 来自日本 ok 好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这个字 delicate 形容词精美的 delaxy名词 纤细精美 佳肴美食 以后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